第二节要讲营养器官的形态构造与功能 主题放在营养器官这里 那我们先往下讲 还是复习一下整个植物的演化 一般现在认为植物的祖先是一种藻类 是一种绿藻 那藻类不是植物 它是被我们放在藻类就是原生生物界 那从显胎植物开始才叫植物 为什么呢 因为从植物开始是多细胞的个体 多细胞 很多藻类还是单细胞 所以植物界一定是多细胞的个体 但这种的植物叫显赛植物 它还没有维管树 所以叫做无维管树植物 直到演化出牧贼跟蕨类 牧贼我们高中也没太教了 牧贼跟蕨类很接近 它叫做有维管树植物 但是没有种子 所以是维管树植物 但是也是无种子植物 因为它还没有演化出种子 绝对就演化出螺子跟被子植物 这两个都有子 所以都叫种子植物 只是螺子植物叫做无果皮植物 或叫无花植物 有花才有磁蕊 磁蕊才有脂肪病 脂肪病才能包在外面形成果皮 形成果实 所以螺子植物只能叫种子植物 但是是无花植物 或叫无果皮植物 直到演化出被子植物了 它就什么都有 又是维管树植物 又是种子植物 又是开花植物 又是有果皮植物 也叫有果实的植物 所以被子植物都有了 而我们高中为了让大家可以比较快抓到重点 我们只介绍被子植物 其他的植物我们在高中 不介绍它的解剖构造 只针对被子植物 可是被子植物依国中所学 它还分为单植物跟双植物 所以我们也复习一下 大家不要忘记 单双植物要怎么去 这个表示个大通责 首先双植物的种子有两片植物 这是废话 双植物 单植物就只有一个植物 这个是最重要的分别区 区分的原则 双植物因为有两个植物 单植物因为有一个植物 花瓣树木如果是四或五的倍数 就是双植物 比如四瓣五瓣八瓣十瓣 如果是三或三的倍数 三六九十二 那就是单植物了 一般来讲平行脉是单植物 往中一般是双植物 但是各位要特别小心 生物学一定会有例外 所以这个表示通责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判断 然后不要只看其中一项 多项都成立就可以判断你是单植物还是双植物 另外围管素 无论是根还是金的围管素 尤其是金 这边主要强调的是金 金的围管素如果是缓重排列的话 那一般是双植物 如果是散生排列的话 就是单植物 再来看根 如果它的根是所谓的轴根系 有个明显的组根 那就一般是双植物 如果是很多细细的跟风波出组根的虚根系 那就是单植物 以上是通责 一定会有例外 但是例外不多 所以你通责拿好几个项目去比对 就可以很快的判断你是双植物还是单植物 以上是植物的演化过程 跟什么是单双植物介绍到这边 为什么要讲单双植物呢 因为接下来的根经页 我们会分为这是单植物的根经页 那是双植物的根经页 分开介绍 所以你必须要先明白 什么是双植物 什么是单植物